Netz用自己的中队顶踢也再去做防守 哎呦 转牌 转牌击中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张A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哈瑟克森林来的官方众议者乔治 带大家看一个7月23日的美女手牌几锦 那一个常规的周一局 Sashimi89黑桃在三盲的位置选择过牌 这是一个四人的Limp底池 翻牌70勾 Sashimi89天顺 同时这里FastID有一手顶对挂比较大的踢脚 Limp底池的天顺 这里FastID翻牌直接打出了一个超池 那Sashimi一看你这么高 那没什么好说了呀 这个这个All-In推传完了以后FastID拿这个顶对大踢脚接的也快 这个其实有点没懂 K-Go在这里输很多东西啊 我寻思 不也输10勾 不也输Sashimi 各种两队各种内容啊感觉 这里翻前没看到啊 翻牌又是一个比较接近的海面30勾 但根据这个底池的大小 像是一个单次加注底池啊 应该是翻前AA的加注啊 这里FastID有一手顶两队 超队选择下注第一枪 那这里Net用自己的中队顶梯 也再去做防守 哎呦转牌 转牌击中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张A 形成一个反超 嗯 但这里K圈也到了 这个A 这Net可能觉得自己 这里有可能领先了 1890的底池 选择一个主动下注1300 打了一个偏重的注码 我觉得这里AA 没有气牌的选项吧 就是虽然可能K圈到了 但这里至少跟注一次吧 因为对手这里是有两队 是有一些别的比技更差的三条的呀 自己都赢这些牌 我这里FastID直接推一个ALL IN 但他这个10勾已经是死牌了 后手是不多的 推出来也就是一个3800 我觉得这里Nate要是call了的话 那我感觉K这也要翻两倍了 就是他这里只要call的K那边 他这个赔率是必要call的 哪怕落后也要call 何况大概率领先 没有特别高的难度我觉得 他们还在讨讨论这里 谁是买花呢 没有人在买花 没有人在买花 没有什么这个编持很小 这个编持 这里切这个编持也很小 这个牌怎么讲呢有点冤家吧 我觉得石钩这里还是可以快打的呀 对手很多牌都会去防守一下 哪怕是A拳AK没击中也会防守一下 而且中央图的开持被三个人扣住 翻牌 石钩2 目前Roy的顶对是足够好 转牌Nate直接Nats 塞西米AK顶对顶踢 塞西米打了400 Face Eddie这个勾四杂色两头也要去扛 NATNAS很轻松好吧 和他一个攻队 那这里NATNAS虽然不是NAS 但这个面上有圈10K10的人感觉也不多 自己可以去找一些价值 打1300 Sashimi就表尻了 他应该没有太想到NAT这里是一手A勾杂色了 我可能觉得会输9勾 但可能不一定想要输A勾 Sashimi圈10草花 是Patrick在A10杂色的开始 又是多人Open地池 翻牌顶对挂一个比较大的踢脚吧 然后你也有一手顶对 Sashimi卡顺后门花 每个人都有A 这里最牛逼的故事就是每个人他都有点A 在这里A7先走了A4顶住了 转牌一张迭柱的K 一张迭柱的K好像在一个三人多人Open地池面好像还有点危险的样子 哦 盒牌到勾 Sashimi卡顺卡到了 底时2520自己后收2300 A10他这里是和对手所有的比A圈更小的牌分钱 输A圈输AK然后输对手所有的单K组合 那和A基本上是分钱 因为这番钱也不太像是有人有A圈的样子 所以 PATRICK先走了这个A10 他也不想去想 他觉得对手这里K的就像是有K或者有顺子这样的状态 这里反而是更差的RONI的A要去抓了吗 这里其实赢的牌是买花miss 但大概率你想去抓还有很大的可能性 靠下去是分钱的 那没了呀 那靠下来就是没了呀 我觉得这里没必要啊 这个A4靠下去如果对手只是个A差 也是给你分钱而已啊 而且又是一个多人底池到合牌能够打出来的all in 还挺真实的呢 哦这里是一首KK 这里一个A勾开持K圈跟住 A勾怎么办呢 A勾面对一个3BAT没位置 哦 哦 那坏了呀 反手打了个400船用加1位置的强形象去讲 自己这个故事吗 那被5败推回来就没招了 还行吧 还是那个经典老话 只要带一张A打KK 就有30到40 目前来看A勾 这里还有些后门顺的出路 再见 只能发A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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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手牌质量还挺高啊 哎哟 撞到A手KK了 刚刚自己KK 干别人A勾 现在自己A圈撞别人KK了 但是变得大棒 三败的A圈这里是可以call的 情况不一样 刚刚A勾没位置 这里A圈有位置 这个是真的松啊 这个五六杂色也要进去混 那进去中五中六准备走吗 但是翻牌有A 哎哟 这个KK 三人抵持见A是难受的 没位置的情况下 见A真的很难受 Sashimi Sashimi自己顶堆大踢脚打一千啊 我这 不能因为有AK 这个KK一枪都不防守吧 这这该配 该扛一枪还是得扛一枪 转牌又是一张7 因为自己前卫过牌的情况下 对手有一些童话听牌 也会在那个地方打出来嘛 Sashimi第一枪打完了 第二枪 第二枪开出来 没有开很多吧 只能说半池稍多一点 他也会担心对手的AK 因为AK这个地方也可以过牌 我觉得可能AK 在这个A50的面上 倾向于Cbat更多 过牌的 频率还是混合的不是很好 虽然是可以过牌 怎么办呢 对手好像这个A的故事有点真实 如果对手是A小踢脚呢 自己 somehow也许能够打掉对手 但如果对手是A大踢脚 这个踢脚但凡只要比10大 就是只要是圈钩这种踢脚是不可能跑的 自己觉得KK要不要放弃啊 底池已经接近1比1了 这枪尻完合牌Sashimi就要推出来了 算了吧 尻了就没有后路了 没有撤退可言了 没有撤退可言了 没有撤退可言了呀 没了 哎他前门花到了 哎前门花到了Sashimi好像 也有点慌张了 只能说少输了 对于凯莉而言是少输了这种牌 盒牌不是张方片 我感觉Sashimi这个all-in就要推出来了 来了 在赛里 280块钱80同色 结果开了一个A圈砸四 打一个4bat 结果Sashimi这里一手A 这里可以慢打 因为这里其实5bat太强了耶 OK 这里这个5bat也太猛了吧 我觉得这里可以考虑慢打去打翻后的 只能说Sashimi人比较好了 这里没有去蹲 80方片怎么doubleup我看看 发两张10 对吧 有什么视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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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帅子 有点免购买 对 对 对 第一次 一趟完 对 为什么 我听不懂 对 诶 翻盘有警队哟 有机会的哟 哦 卡顺了哟 哎哟 卡到了 哎哟 卡到了 嘿嘿 这里Festie里没多少钱 就无所谓了 这也没什么关系了 Sashimi A勾同色 小芒一个标准三败 大芒的实时 这个后手要面对三败确实是一个all in 那Sashimi这里也就是接住了 一个两高跑手队 哎哟 翻牌直接中赛 那这里Sashimi要K啊 哎哟 猛 猛猛猛猛牛逼牛逼猛猛猛猛 诶 这里从Sashimi这里连续翻倍啊 有点爽 凯莉的A7同色的三败 Sashimi枪口味 A2草花防守 一起中A Sashimi有一个卡顺 双方都过牌 转牌现在变成凯莉在卡顺了 嗯 由于翻牌没动 转牌这个500应该是挺轻松的就扛住了 一个半吃不到的下注 嗯 由于翻牌 和牌呢 和牌前门花 后门花到了 嗯 嗯 哦 这里和牌打了一个 和牌 嗯 这里顶队怎么说 这里对手虽然 嗯 这里这个顶队 在这个面上只要输很多 奇怪的比自己更差了两队 就是在翻牌前比自己更差的这一两队 A3 A4 A5吧 同时也有很多的 对手在这里枪口补齐也是可以有一些顺子的 我感觉这里这个满池塞斯 怎么讲呢 不太好接吧 我觉得A7这个牌在这里比较差了 就是你A7要抓 你这里可能更好踢脚也要抓了嘛 然后 自己几乎在这里是不可能有任何的顺子存在的 但是Sashimi就不一样了 Sashimi这里是可以有一些顺子的 Sashimi这里可能要多一点 我觉得打一个中等便宜的价格 对手会比较好靠下来 因为除非对手何还能中这个A狗两队 不然他一个单A的牌力在这个面上 确实不太够看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